現在我們要來釣的這個是花肚季 我不確定釣不釣得到 為什麼 你不是在地嗎 以前很好釣啊 是 但是現在 因為外來種的關係 是 然後它變很少 變很少 對 欸你們知道嗎 這邊的水超級超級清澈的 地下出來 小時候都在這邊玩嗎 對 輕輕放就好了 對 這邊的水啊 清澈到 魚在吃啊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小時候有很多花肚季現在比較少對不對 對啊 小時候都是西哥啊 花肚季啊 所以以前抓一抓就回家吃了 對 中了 中了 有了 有了 這也是外來種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 我們這邊說的泰國季啊 這是外來種了 對 它很漂亮的 它這個花紋還蠻漂亮的 它的尾巴 它以前是觀賞魚 一般來說 我們釣到這個都不會放啊 不會放 因為太多了 你看它底下的祕密麻花全部都是 所以我們再釣個幾次好了 好不好會有機會喔 你以為是大的 有大的 有大的 快咬 咬啊 拉 有了 有了 真的大隻的 這隻狗胎 這隻有大隻 這不一樣的 小隻的狗胎 狗胎才也很兇 對啊 好吃喔 在這個釣魚界的兒童樂園 隨便釣雖然都會大豐收 但是你看看 你看看 魚桶裡滿滿的 卻是沒有一條 那是原生種的 更不用說 酒班記憶中的花度季了 來 我們再多釣幾隻好了 這根本是個快樂池塘嘛 隨便釣都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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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了 這是一樣的嗎 對 這是泰國祭 我有了 有了 確定 有了 哇 一劍雙雕 兩隻都有了 那個 九哥 一樣的 你看我釣 我看你釣 怎麼釣的釣去 我們兩個都釣一樣的 我看應該是沒有了啦 我跟你說 我在這個的下游 就是這個主 主要流域的下游 有放蛇籠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去搜一下 搞不好就有原生種了 對 對於最愛釣魚的酒班來說 西邊的花度季 是他小時候 最深刻的回憶 長大以後 河川水質 雖然還是乾淨的 但是泰國祭 卻取代了花度季 釣魚的樂趣不變 但感受已經不一樣囉 還好到膝蓋而已 這邊有吃什麼味道喔 好 蛇龍 蛇龍 這個蠻長的喔 這應該有七八公尺喔 有有 這邊有 這邊有 喔 大隻 先抓一隻給你拍 小心喔 漂亮 像這種大小的 就已經算 你抓到嘴巴 你有戴手套嗎 我有戴手套 可是我之前被弄過 會怕 你抓著去好 壓著 大力抓著 它就不會跑 對 好可惡 漂亮 喔 哇 值得 值得 這好吃嗎這個 好吃 淡水石斑喔 你小時候 你小時候像這樣淡水石斑是不是就很多 很少 這種東西本來就很少 那我們就很lucky囉 對 裡面還有 這隻大 這無果魚嗎 對無果魚 台灣雕 這我在市場比較常看到 就是抓這個魚齁 你就壓著 塞 對它壓著 它就不會跑 好我來試試看喔 不要抓它上面這邊 這邊它坦的時候你就會那個 就會被刺到 對 壓這邊 這個地方 壓住 喔 OK 台灣雕 走 耶 欸 抓到了 好大隻喔 走我們去下一個 那邊那邊那邊還有一個 走 有有有有 有嗎 欸這是什麼 這個是三線豆魚 欸 有鱉有鱉 有鱉有鱉 我看到一個眼睛在看我了 這是它的角角 欸所以這邊的 這邊的水算是非常的豐臥齁 養分很豐臥 有損可以的地方水乾淨啊 欸那鱉不是會吃所有的魚嗎 對啊 這個就是台灣的豆魚 豆魚 它算是蓋斑豆魚 以前我們小時候有養過豆魚 可是 都是那種顏色很繽紛的那種豆魚 有它本來是很繽紛的 尾巴很漂亮的 對對對 它也是那種嗎 對對對 它這顏色有點螢光的感覺 有螢光漸層的感覺 你這樣看得到嗎 對抓緊就好 它皮粗粗的 它有螢光的感覺 這邊有 這邊有那個 無須 然後這邊是橘色的 喔 所以它顏色是會 會 照著它的心情變化嗎 對如果像現在它嚇到 就會變比較白 再來 憋我就不碰了 好酷喔 這邊會有憋 它會咬 小心 我不要 它嘴巴已經睜開了 嘴巴張開 它在找目標了 OK我們再抓一隻給鏡頭看一下好了 好 有一隻很大隻的 它要抓哪裡 抓這個地方 伸進去 對 大力一點 你有戴手套嗎 有戴手套 對壓著 大力一點不用怕它 因為它壓那邊 它就咬不到你了 比它兇就好了 對 OK 你看像這隻就是 老鳥了 老鳥了 它底下看得到鬍子 你看有沒有 這個殼底下 為什麼看爪子 可以看得出它是不是野生 野生的 它在泥土裡面 它的爪子會自然是 長長 然後養殖的在水泥 然後養殖的在水泥那邊 它會被抹掉 抹掉 抹掉 那個酒吧我現在跟你講喔 因為它的腳 現在出非常 非常大的力 它一定會處理它 想要跑 沒事 死亡 哈哈哈 好小字的小字的 好 沒有 我現在爆了 沒有 我等一下 我從來沒有想到 在下游這邊 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物種 可是酒吧 我們抓了很多 可是我們還是沒有花肚器的 沒關係 我們先回去吃飯 因為搞了一整個早上 先回去把這些 漁獲料理一下 所以我再跟你說 要去找一個 很專業的人 他是誰 然後他那邊一定會讓你砍到 還有更厲害的人 可以知道花肚器 在什麼地方會出現 對 行假文化就要了 對 先去吃飯 沒有花肚器 我們要先吃飯 待會兒會有厲害的人 帶我們去找花肚器 我介紹你去找一個人 一定他有辦法讓你看到這種魚 真的假的 真的 還有在養花肚器啊 也不能說養 因為現在就是這種魚 已經很少了 然後他們就是有在 漸漸的想盡辦法讓它 富裕 培育 他們都在哪裡出沒 香公鎖嗎 還是 在萬軟五溝水那附近 就找得到他 OK 啊我們先從哪個先吃 從畢業開始好了 從畢業開始好了 從畢業是不是 這個是他的那個 蛋蛋 敢吃嗎 軟軟的 就是像雞口的 先嘗試看看 先嘗試看看 謝謝兩位把最精華的東西 留給我 膠質很多 直倒黃龍 直接先吃他這個 對對對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腳 不是啦 不然這是什麼 憋蛋的下面 憋的鄰居 憋的鄰居 這樣幾倍就是 這一顆啦 就是加起來就剛好 還有一顆 它很Q齁 其實跟雞口很像耶 很像豆腐 然後外面包著粉腸 這個湯也很清甜耶 對 這個湯呢 你聞起來是有一點點 中藥的味道 但是你喝進去的時候 它是甜甜的味道 好吃 環面上它的肉 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比雞肉好吃 對 野生的是不是特別好吃啊 野生的啊 養的話 它骨頭跟肉就分開了 這個膠質也可以吃對不對 你看 你看 這個味道 人家最喜歡的是骨頭 來 我給鏡頭看一下好不好 這一片 它像果凍 這個野生的跟養殖的 都差很多 這是像果凍 我拿起來給大家看 好 你拿... 這個這一塊... 這一塊就像果凍的 這一塊 這一塊對不對 它的邊群啊 超漂亮 這樣看啊... 這樣看比較好一點 這樣看就很明顯 這側群 群擺搖搖 群擺搖 這樣就知道多大隻 接下來要吃哪一道 好... 那水可以啊 這算是原生種 這不錯 但是它是算高級魚的 是... 淡水裡面它算很高級的魚啊 好多 它的魚是算比較少的 肉 都是肉 都是肉... 魚吃都是大隻的啊 所以你剛剛抓它的時候 它那個魚嶺很小 跟海水的那個石斑一樣 人家說 這好吃耶 好吃 所以人家說這是淡水 真是太厲害了 沒想到這條溪裡面 竟然可以有這麼豐富的生態 久班說啊 因為這裡的湧泉跟溪水 都是大午餐流下來的好水 所以孕育出來的物種呢 這品質當然也是最好最棒的啦 這是... 咖哩嗎 對 田雞 田雞 因為像雞肉的東西有沒有 台灣人都喜歡把它叫什麼雞 什麼雞 像雞肉的東西 對 是不是 它的肉真的跟雞肉 幾乎一模一樣 跟雞肉 跟小雞肉 就像小雞腿一樣 有老師嗎 是 你好 我是彥均 我是彥均 我們剛剛在冷泉那邊 都完全沒有抓到花肚雞 只有抓到泰國雞 因為花肚雞跟你剛剛抓到的泰國雞 他們是吃一樣的東西 它來之後就會佔據它的食物 所以它就會讓它變少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要做 一個富裕的工作 可是我們要照花肚雞之前 因為我們要做七雞 還要之前啊 還之前啊 我們已經 我已經等兩天了 先把它做一個環境的營造 我們先來去採個水草 然後我們來去把它種下去 什麼樣的水草 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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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菜我過年我奶奶有弄油吃過 等那種菩菜嗎 不是不是 不是那種菩菜 不然咧 是菩菜的菩嗎 菩菜的菩 但是因為 同樣的名字 但是不同的東西 哦 菩菜在哪裡 這邊有菩菜 有有有 這邊長的都是菩菜 我覺得這個 街邊平淡無奇的雜草 對它們來說 都是非常美味的小吃 有有有 看到那個葉子 是新型葉子 那個都是菩菜 哦 好 我們來了 好 那我們一般 我們採這個 這個菩菜 我們通常 都可以整豬把它拔起來 到時候我們再來分豬 它叫菇花鴨索草 這個是它開的花 哦 那我們再拔這個 這個小豬的 你看我們這裡 它這樣一租起來 你看就有分很多豬 那我們再把它分豬 分豬出來 你看它就有分了 好那我會了 欸 欸 因為我一聽到菩菜 就想到以前阿嬤 以前過年的時候 會幫我們弄菩菜吃 對 結果我今天來的時候才發現 欸 味道菩菜不是那種菩菜啊 這個在美濃 一般我們除了吃那個 雪柳無外 是 還有這個也是其中一項麥勝 那它都 菜單上面都會有 像那種小 你要更小一點的植物 長出來的時候 那個比較嫩 它就會拿來炒 或是把它拿來蒸魚之類的 因為它有那個味道 如果要富裕花度界的話 這個菩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一個儲物很好的一種食物 所以我們會呼籲這種食物 萬一它去防救水 進化 進化 好 說完了 好 跟九班說的一樣 劉老師說呢 以前的溪流裡面 有很多的花度季在生活 它曾經是在地小孩的樂趣 一般家庭食材 更是這裡的客家人 共同的回憶 所以帶花度季回家 就是工作在現在的努力項目 哇 這水好乾淨好清澈喔 老師讓我們這個 要放哪裡 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的花度季啊 都會藏在這些水草下面 所以我們現在把蝦籠 放在這個水草的下面就好了 OK 放了就好了嗎 沒有 它這個有技巧性喔 因為你不能這樣放 你這樣放的話 魚不會進去 你要這樣放 因為它產生了一個水流 比較小的地方 可是水往這邊流耶 對 可是入口還在這邊 入口還在這邊 它就會 因為水流太急 它會找這個地方躲 哦 躲然後它就會進去 哦 是這樣啊 對對對 哦 哇 完全沒想到耶 這樣可以嗎 要躲起來嗎 還是不用 盡量把它放到水草遮蓋住就好了 OK 這樣子 那繩子就 我綁在旁邊這個石頭 大石頭上就好了 哇 好漂亮喔 這是水底森林嘛 太美了 好 那我們就糊塗放哪邊 這個糊塗我們就放在這個戶外的這個旁邊 因為它這個是冰溪的停水植物 所以我們不能把它種在水中間 我們一定要種在旁邊 把它固定住 好 我們就這樣子種就好了 這個我們這裡是泳泉 哦 這是很溫的 很冰的 夏天因為我們都三十幾度嘛 帶那個游泳泉來玩飄飄河 對吧 打卡車內湯 打卡車內湯 他們就會從上面這樣一直飄飄下來 哇 超好玩的 你看夏天來了 這邊夏天又會收門票嗎 不收門票 難怪這條河流會被稱為五公水的母親河 因為呢 它是小孩最好的兒童樂園 它是婆婆媽媽洗衣服跟八卦的場所 悠遊其中的花肚季呢 更是滿足了家人的肚子 所以怎麼能不保護呢 我們來開箱了 有耶 你看 好 那可以倒進來嗎 好 你就把它倒進去 等一下喔 這怎麼要防範 對 這樣鏡頭會看更明顯 喔 它好小喔 啊 釣一隻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有兩隻很清楚的兩隻 它最大就這麼大嘛 成熟的魚的話 母魚大概會有八到十公分 八到十公分 公魚會稍微短一點 大概就八公分 所以這個是小baby囉 這個算國高中了 國高中了 那為什麼它叫花肚 它肚子有花嗎 對 因為它的成熟的時候有婚姻色 所以婚姻色就是說 它的肚子會變紅色 然後又帶上它裡面是銀色 所以它會有那種 眩染的感覺 眩染的感覺 它這樣子我覺得 反而比較像齒耶 有刻痕 對對對 有齒的刻痕 有長的有短的有長的 對對對 或是溫度計 或是溫度計 它都叫溫度計好了 不要叫花肚計了 哈哈哈哈 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你說你們小時候會吃這個 會 因為小時候數量非常多 那我們隨便 像這種魚龍一放啊 一撈就有 所以我們就撈了之後 就會割粉 然後再把它郵件 這樣子就很好吃 對我們以前的人來講 算是 夏秋之急的時候 的一個一道彩者 OK 好 我們現在要好好來賦予它 讓它二變四 四變八 八變十六 十六變三十二 好吧 那我們要去哪 我們要去那個 六堆文化園區 從頭溫水到五溫水的幾個客家聚落 水 串起了他們的美好 也營造了他們的生活 花肚計曾經就跟聚落年輕人一樣 離開這裡 而劉老師呢 他們現在也希望透過社區的總體營造 讓花肚計能夠跟年輕人一樣 回到自己的故鄉生活 在這邊就沒有什麼天底了嗎 對 它比較小 因為它是一個封閉的環境 所以它在這裡呢 水質又很穩定 然後這個環境呢 又沒有很多的外來的物種侵入 所以這邊的那個什麼 富裕基地的條件非常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可是對大自然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對不對 好 它現在已經 在這邊 我已經看不到了 哇 老師今天很開心 跟你聊好多 謝謝 謝謝 真的 懂得好多喔 真的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